未来以来你准备好了吗 数字化让梦想照进现实 在这片狼海领域 我们又该如何顺势而为 作为从业多年的数字化一哥 他又如何畅想我们未来的数字生活 了不起的时代 了不起的分享 有请分享嘉宾韩一 大家好 我是数字化一哥韩一 这几年 从上市公司的数字观CTO 到创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 做数字产业 我已经充分置身在数字经济的南海 并且感悟良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过去的飞机总是晚到 大家很不开心 现在的飞机呢 却总是早到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化的综合能力 提升了机场和飞机的准确性 那么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就是 数字化科技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开始演讲前 首先请大家跟随我的描述 我们一起回到二十年前 那时的一阳千玺才一岁啊 看看他现在长那么大了 你就知道时间过去的真不短 二十年前的国庆节啊 你想独自出游 那相当有难度 由于陌生的地方 你不认路 最好的选择 是跟去过的人先去取经 你用笔记本全部抄下来 开始准备出发了 出发前 挤进人山人海的火车站 拨开一群票贩子 带着小板凳 熬夜排队 终于啊 让你买到了一张旅游的火车票 下了火车 你准备就近住下 在火车站附近 寻觅游荡了很久 心生疲惫 找了一家有单人间的旅店 休息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大早 出门了 到了地方 让路人帮忙用相机 给自己和景点 拍了个照片 晚上回去的路上呢 路过了明信片店 精心挑选了几张 具有本地特色和背景的明信片 写上祝福的话语 寄给远房的亲戚朋友 回到酒店后 借用酒店的电话 跟家里人再报个平安 好 现在请大家再跟随我回来 回到2021年 20年后的今天 国庆节 你可能想独自出门旅游 我想大家 想都不想就会举起你 长在手上的手机 点开购票软件 查一下 哪班车 时间合适 买个舒服的高铁 提前用手机软件 选择了酒店 订了一家 平价最好的民宿 你刷着身份证 就直接进入了高铁站 高铁上的时间 一点也不顾料 拿起手机 刷着短视频 虽然还放假 你可以通过导航软件 来避免拥堵 用紧缺的小程序 来避免人流的高峰 仍然非常惬意 不知道大家 听完这两段的描述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说 除了今天 我们要去国庆旅游 要戴口罩 比较痛苦之外 其他的 真的比20年前的我们 开心了无数倍 身在福中的你们 有没有感觉到 数字化的科技 正在以我们 无法想象的方式 渗透和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 那么 如此火热的数字化 到底是什么 请大家 跟我一起举起左手 我发明了个词 叫我爱ABCD 五 就是五G I 就是IoT 互联网 A 就是AI 人工智能 B 就是Blockchain 区块链 C 就是Cloud 云计算 D 就是Date 大数据 以这些创新技术 来机器决策和执行的 科技的能效方式 我们把它统称为数字化 今年啊 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 年初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里面 提出了数字化作为发展的目标 数字化一词 出现二十五次之多 成为了今年的高频词汇 二十一世纪 数字化科技的浪潮 正在给我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常常听到 算法 大数据 云计算 元宇宙 这些不明觉厉的新词汇 其实呢 我们早已身处数字化的生活当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家完全是忙不过来 这个就是数字化科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支付生活的水电煤 我们可以出门不再需要钱包 一款手机走遍天下都可以不怕 当然 数字化的时代 已将开启真正智能的生活 智慧家居和互联网已经在市面上普及 未来几年 智能家居将获得极大的发展 智能家居的产品不再是碎片化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是所有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的智能家居产品 会变成一个家里面的小宇宙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在用的小杜小杜 小爱同学 以及天猫精灵 虽然他们现在很小 但是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支撑起一个大的家庭 早上七点 你还没醒的时候 窗帘自动拉开 你匆匆忙忙起来洗漱 咖啡已经帮你煮好 早餐自动地加热摆盘到你面前 你的机器人管家还会温柔地提醒你 今天的各种制程安排 有了智能管家以后 睡懒觉 可能都二十年前的事情 数字化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愿各位在座的小伙伴都可以做时代的弄潮 乘风破浪 扬帆远行 了不起的时代 了不起的分享 我是分享嘉宾韩伊 感谢大家 时代前进的脚步一日千里 数字科技让很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墨守成规 顽固守旧的人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躺在功劳簿上的人 注定会成为时代变革的牺牲品 对我们来说 唯有居安思危 成事而为 才能掌控未来